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店曾經出現在電影當中呢 首先我們帶您去看第一家 這是相當傳統的魷魚羹店喔 因為這家歷史已經有90年了 那麼這裡賣的魷魚羹很特別 因為它的魷魚特別是從阿根廷來的 那麼吃起來也比較爽口 而且咬起來比較脆 那另外像是在魚丸的部分 則是搭配了有奇魚漿還有鯊魚漿 口感相當的獨特 就連導演扭乘哲都讚不絕口 老闆 老闆的危機 不然我會在那裡 好熟悉的台詞喔 原來這家店是出現在 猛假電影當中的魷魚羹店 不過到底是什麼樣的魅力 可以讓魷魚羹也成為電影明星呢 有看過VANGA 然後所以VANGA剛上映的時候 我們都有去看 趙樂廷那時候文姿 為了買魷魚羹被追打的那個場景 就沒想到來這邊吃 就還滿有趣的這樣子 會來這一家是因為它在那個VANGA裡面 文姿有買過這家 所以就是因為看到裡面的內容 所以想說來這裡吃看看這樣子 因為網上還滿有名的 讚 其實以前也知道那個萬華地帶 魷魚羹是這裡最有名的 我都來拜拜的時候就會來這裡 就順便拜完了就會過來吃 那還不錯 味道還不錯 很有我們台灣的特色 電影碗魷魚羹 原來啊裡面不只一種料 其中的魷魚來自阿根廷 而彈口的魚丸則是用 旗魚和鯊魚漿製成 等於吃到兩種口味 我們的差別就是魷魚跟魚丸分開的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就獨家煮法就是這個方式 非常的Q啊 然後它的鮮味整個就真的 有煮出來味道非常的棒 它就是魷魚比較新鮮吧 它的魚醬都很新鮮 吃起來就很好吃 它的魷魚是很 燈油燈油的感覺 就是很 就是彈性很好 然後吃起來就口感很讚 然後還有它的魚羹 它的魚就是有一種 黑胡椒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很好吃 有魷魚跟蛋 好吃喔 好吃 除了用料豐富 湯頭也不馬虎 喝起來爽口清甜的羹湯 可是老闆熬煮了四五個小時的成果 它的湯頭就是不會像其他家老 跟就是用的太稠 它的是比較淺 比較好喝 最喜歡它的湯頭 因為湯頭好好喝 還蠻好吃的 就蠻清淡 然後料又很實在這樣 光魷魚的湯不好吃 就要靠那個魚丸 我們那個魚丸是用 起魚跟鯊魚去做的 然後煮出來的湯 才下去勾芡 才是最好的高達 魷魚羹也滿特別 因為人家外面都可能是 比較不同的風格 由魷魚跟魚丸分開這樣子 所以吃起來滿有風味的 古早味的感覺這樣子 別看這一盤米粉炒 沒有肉絲 也沒有蝦米 長相很普通 加上脆口豆芽菜 油酥蔥和紅蘿蔔絲 淋一下醬汁 吃起來卻是十分的入味 人氣絕對不輸招牌魷魚羹 炒米粉也滿好吃的 有蒜蟲的味道 雖然不像肉絲來說 但是那些就是很香 還有這個很香 加了很多香味 還有好吃的味道 炒米粉也是我們的特色 它新竹這樣直接配過來 然後就是很Q 吃的不會很乾的 有用高湯下去去炒 其他的熱門商品 還有炸牛蒡絲和蝦捲 沾上特調的醬料 口感外酥內軟 還可以看到切塊的新鮮蝦子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我覺得它的甜蜜 我就是醬很肯定 因為它們自己主特的醬 炸得剛好 然後裡面的牛蒡絲很好吃 它是真牌食料的 而且它食材很貴 就是評價的價錢 然後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東西 好吃喔 二樓B五客人請吃電梯口 請站之前 送食物坐電梯 廣播叫號 成立經扁蛋叫賣 和路邊擺攤的魷魚更墊 在第三代老闆的經營下 用餐的環境更現代化了 但是老闆還是堅持口味不變 口味是絕對不可以變的 因為是阿公傳下來的口味 感謝阿公跟爸爸 他們沒有他們的產蛋經營 這樣子創業出來 像我也沒有辦法說 像今天這樣 繼續把它花樣光大 老闆 老闆有的小孩 廟口不會 老闆跟我留一家 然後廟口不在家 對 慕名而來 電影猛賈為遊魚更店 吸引了更多的觀光客 但老闆的總店 卻反而只在晚上開門 白天則將客員集中在 西原路的分店 總店那邊就晚上才買 本來都賣整天的 因為我怕說 如果員工不夠的話 會招呼不周 讓客人來萬華 來猛獎 吃了印象不好 沒有下一次 我希望他們下一次再來 所以我們顧品質 所以我現在暫時一家 先休息一下 如果想要品嘗看看 蚊子愛吃的魷魚更 別忘了到這家90年的老店 可以一邊吃美食 一邊回味電影